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YES國際策局的時候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G20 大家看到我們習主席就沒有去到 這次整個G20 大家看到拜登是獨令風騷 印度就用巴拉特 婆羅多 亦叫巴拉特 總之兩個名字都可以 是認金來的 我喜歡婆羅多 很有神秘感 婆羅多 用婆羅多貼著桌面上的名字 代替印度 但是在印度的語言裏面 又用婆羅多 但是在國際上 英文上 一樣用印度的 為何這樣用法呢 這個很特別 英文和當地的語言 所以兩種不同的用法 這個都有的 比如中國中國 然後我們用中國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譯音問題 有些是 這個與種族無關 我自己覺得與種族無關 因為印度這個名字 還有天竺 還有婆羅多 還有印度 但是 問題是 印度總理 這次就說了很多東西 因為主場 拜登其實也是 看到他說很多 有印度粉 有阿聯酋粉 有沙特粉 問過伊朗沒有 就不知道 YES姐說問過伊朗沒有 但是 整體的G20 似乎有很多 不是很確實的事情 那件事是笑話 跟張叔叔說了 也要跟YES姐去聊一聊 YES姐 怎樣看 我們錄音時間是 9月10日 播出的時間就是 9月12日 所以 可能這兩天 還有一些新的 情況會發生 但是我們先說一下 現在的感受 怎樣看 YES姐 怎樣看 大家好 你看到G20和G7 都有一種同樣的功效 就是說 沒有可能 走出來 大家有一個共同聲明 因為現在更混亂 你知道G7那些人 加上另外 有些少少亞洲 非洲的走在一起 大家好像有些少少 你的節目仍然都說 南邊和北邊 現在是有些少少的 完全不是很 很 Harmony 鴻蒙 OK 不是很鴻蒙 是不是 對不起 鴻蒙 太喜歡 60% 我還沒有 不行 法務都在說鴻蒙 所以 他們 不是很協調鞋和的 應該大家 國際關係 從來都不可能有一個 共同的協調鞋和 只是靠一個 大家互相坐下來 談 一直談到 去到某一點是共通的 我們才落實 但是現在實在 你 給你G7 G7那些人 全部去談的 又是說 俄羅斯 不對 我們要更加加強制裁 我們要幫 烏克蘭重建 這些 老掉牙 已經講到 對不對 好了 又講到 最後 仍然都說 中國是一個威脅 西方國家 尤其是路美眼中 永遠都說 我們又威脅 又制裁 因為 制裁到俄羅斯 就跟著來中國的 擺明的 已經 大家在你這麼多節目 就算不是我 其他的嘉賓 主持 他都講了很多 一定是來中國 因為現在中國是第二大 世界亞裔 好了 你會見到 G20 我不會特別有什麼好的東西 走出來 唯獨有少許的東西 我分兩個部分 莫迪魯斯做了一些好的東西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傻奸奸 做了一些傻的東西 我們先講 莫迪魯斯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阿三 你在講巴拉 巴拉特 還有我喜歡婆羅多 好像發音比較慢 在講巴拉多 現在近來 他利用這個場合 告訴世界 我想 改名 將殖文化的東西 去 應該的 你看到現在 老英都已經 窮途末路 你還黏著他 來做什麼 去殖文化 是正常的 還有這一次的宣傳 全世界都有幾天 這麼多個國家看著 希望有100個國家 一百個國家看到 印度有這個想法 希望改成婆羅多 那 就收到宣傳效果 目的就厲害的 一 射了幾尿 其中一隻尿 正在打下來 第二隻尿 他都做得很好 就是說 他隔到 他真的夠膽 向老美 講了一個不字 什麼呢 就是說 沙利文也好 或者他的公關宣傳機器也好 他們就要求 婆羅多 印度 加多少少傳媒的報導 或者 發牌的 一定要發牌 才能進到傳媒中心的 他們就要求 印度、婆羅多 發多些傳媒的牌 給他們的傳媒 進去國際傳媒報導 為什麼 因為明知道 中國和俄羅斯 兩個巨頭 不出現的話 只有老拜出現的時候 我們這些西方傳媒 不斷追著 拜登追著 說什麼就說什麼 是不是 因為中方和俄羅斯 兩方面 都不會發聲 怎樣去反擊 他們說的話 或者跟他們唱對台 但是聰明就聰明 木迪說不用 不可以 不可以再加了 西方傳媒 亂寫一通的東西 就可以壓低了 這樣是其中的一個好事 第二個就是 它叫在落實這個共同簽署 或者共同的發聲的時候 希望加上 中國和俄羅斯的觀點 進去這份會後的報告 那它就兼容了 盡量搞平衡了 就不希望 只是西方一邊 搶了這個發言權 還有它都有些少少 顧忌俄羅斯的感覺 你看看現在 當今國際油價 去到什麼價錢才行 如果俄羅斯不賣便宜給它 它真的躺在那裡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是不是 它想走到經濟爬過 變成經濟的強國 排第三名的機會 就會低了下來 因為你沒有了便宜收 也轉賣不了給其他 需要原油的國家 那這宗生意損失很大的 所以它是要平衡著 這兩種勢力 還有它夠膽反 拜登或者美國的勢力 它當然看到 有少少的深入的看法 美國是不是很不頂呢 拜登想連任 是不是很不頂呢 因為很明顯現在擺出來 老美經濟是很不頂 老美已經 我們在我們那一集 我自己和你做的那一集 都說老美已經自己打死自己了 是不是 好了 現在又要讚 你看到老美 無所不用其極 尤其是拜登渴望連任的原因 無所不用其極 是不是 改數據 說自己經濟好 但是實質上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嘩 所以 是不是 莫迪路先 看不到這件事呢 不是 看到這件事 才知道 我不可以太偏幫美國 其中一樣 好了 接著到哈里斯 那我又不可以說太多 我留給大偉Sir說 好嗎 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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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會再跟大家說 這次莫迪 有一些情況 比較特別的 拜登在這裏 但是老呆呆 何錦麗之前 都跟大家說過 跟傳媒傳媒問他 當然不是他主動說 但是這樣回答是否合適呢 就是誰都知道 你說一個誰都知道的 其實 代表什麼 肉蓋離章 是不是 這個問題 其實都是幾嚴峻的 對拜登來說 我們會另外做一集節目 跟大家聊聊 有關的情況 美國裏面的政局 因為 看起來美國的政局 應該會有一點風起雲湧的 舊電池繼續出來 是不是 這次G20 就有個 除了莫迪 那邊 因為習大大沒有來 拜登在這裏 拜登的時候在國內民亡 又不是很厲害 其實整個主場 都被莫迪玩了 因為大家知道 第三大的國家 現在是 很厲害 人口也是全球最多 那 焦點放在他那裏 其實也是英份的 再加上 老美也要捧紅他 大家知道的 老美最喜歡 拉一派 打一派 是不是 這個做法 當年在前蘇聯的時候 已經做過了 現在呢 就繼續玩一招 當在玩這一招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 有個非常嚴峻的 情況在發生 就是莫迪 是不是在抗衡 老敗 現在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也看到 法國有些傳媒 在報導 有關 這些相關的事情 究竟是有什麼影響 例如法國那樣 他也說明 G20峰會 就成為了 莫迪的宣傳工具 在2024年 印度大選來到之前 明年大選 跟老美一樣 兩個國家 都是要為自己的 選舉鋪路的 當你是一個執政者 有優勢 也有弱勢 莫迪做這麼多宣傳 明年搞定了 再玩你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叫 新偉成在旁邊 你世界上高 大家都知道 印度有很多高層 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哈里斯也好 何錦麗 兩邊 其實都是印度人 你說 會不會在政策 受到印度人的影響 或多或少會有些 如果升到高位 就更加難得了 那大家為什麼 會覺得 現在印度 只要大肆宣傳 除了選舉 這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要告訴全世界 我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而且是一個門面 之前也有看到 他就說 因為 違規建築 所以要拆一些貧民區 又要找一個大的環幅遮住 作為一個解釋 說真的 印度的違規建築 多不勝數 你怎麼拆 拆完之後 我怕 印度那班 人民會反對你 示威遊行 那些都不頂 雖然印度比較難去做 這件事 大家知道 印度教 總聖制度之下 其實很多人都是逆來順受的 我好地去過這一生物算 下一世一定會好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 這次印度在宣傳上 是不為餘力的 為何會不讓那麼多西方傳媒進來呢 因為一定沒有印度 基本上 莫迪覺得 為何會有這樣的看法 大家可以看到 只是我擺好陣勢 你也要這樣說 印度是不可挑戰的 婆羅多 絕對不可挑戰 你看看文明古國 雖然我有很多資料 我問中國拿飯 中國最完整的保存 我這邊沒有 其實 沒有聽說 在英國統治之前 或者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有些類近 部落社會的 整個人 因為都是 由幾個幫去決定 還有的時候 割佔山頭 莫迪耀 拿到位 其實都不難 老實說都不難 因為 散修修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印度的媒體 大部分都是支持 莫迪執政的 一直在這裏 發出外電稿 要怎樣做 大家也看到 作為一個官方的喉舌 其實對印度來說 你有這樣的宣傳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 印度人民黨 應該都會在明年的選舉 繼續贏 莫迪繼續 執政 也可以有時間 做一下 瑜伽 向外宣傳印度的軟實力 印度其實都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的時候 大家看看他 是否循循正路去做 這個絕對是一個好機會 既然印度這次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看 習大大 為什麼 不去呢 可能就是印度放風說 你不要來 這個場合是我的 這個場合是我的 很難得宣傳 所以我就借機對我宣揚說 你不要來 我會降低你的規格 大家會有矛盾 諸如此類 印度人做事 不好意思 印度人做事 就有一個目的 對這些目的的時候 現在終於看到 因為這樣的形勢 我又要宣傳自己 你來到G20 那焦點就集中你和拜登的島 所以各種情況之下 這次是對印度有利的 這個大外交和宣揚印度的話 我正好把很多印度元素放進去 就是一樣 任何國家都會這樣做的 這次呢 其實我們看到 整個峰會 是一個 怎麼說 是一個 沒有什麼意思的 沒有什麼意思的峰會 包括剛才YES姐說 大家都看到 戰爭是怎樣怎樣怎樣 還有 有一個情況 就是 這次呢 我自己覺得 烏克蘭很不滿 你這樣說 我還要站著 你叫我不要打仗 還是不要打仗 然後你給錢 你又贊助 10億美元給我 不是 你給了一大筆錢 美元給我 我忘記10億還是30億 所以 10億 10億 你給錢給我 你要我打還是不打呢 然後 你又說 又沒有譴責到俄羅斯 又出賣 是啊 這個 令到 很多人 很多國家 都會覺得 不要再玩下去了 你拜登這樣做法 你做什麼呢 這次 我就覺得 好像烏克蘭那樣 不值得驕傲 為什麼 你 習近平 烏克蘭那邊 真的貪得很厲害 你這樣玩法 真的不行 那 其實我們看到 烏克蘭的外交部發言人 亦都說出 有關聯合聲明的截圖 裏面很多處內容 被紅色筆畫了 即是不好了 這些事情不要說 而且 又反映 烏克蘭的立場 的措詞 作人更正 即是更正 烏克蘭的措詞 所以 烏克蘭是 俄羅斯的 所謂無端侵略的 受害者 諸如此類 這份聲明說什麼呢 就是很多國家 避免以武力 威脅 或者使用武力 來 謀求獲取領土 侵犯任何國家的 領土完整 和主權 或者政治獨立 和去年 在印尼巴里島 發表的G20 其實是有一個聯合聲明 說很強烈地譴責俄羅斯 對烏克蘭的侵略 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 烏克蘭很不滿 也看到整個G20 是一個分裂的G20 剛剛說一聲 交給你 對 戴衛Sir 很欣賞你的分析 剛剛說的幾點 一 就是說 印度 莫迪是主場 他不想壓習出現 是因為西方傳媒 一定是追著 中國和美國 那兩個大佬 做些什麼 一舉一動 莫迪搞完之後 就是變成 陪了夫人又接兵 搞到這麼大的場 之後 對自己的宣傳沒有什麼作用 就是因為 你有說過他 夏年2024的大選 他現在就是靠這個 去把自己做得很帥 就是你競選 一定出來我贏硬的姿勢 因為你不知道 如果他有一步差錯 平衡不了幾個大國的利害關係 他隨時真的可能是一指錯的 對 這個我也都是很贊成你的說法 第二 還有第三點 就是說 你不給西方傳媒進來的原因 你都說得對 你隨時給老美那些邪門 找好一些資料 我要你聽我說的時候 就放這些資料出來 控制莫迪 你完全是解釋得非常清楚 佩服 佩服 還要加上 烏仔這次 都很好沒有忍 因為全球已經說 你制裁也好 發動這個特別行動的時候 被人看完你 以前做過什麼壞事 你的老美 是怎麼報告 你現在又出來說 自己多大意想言 還要叫烏仔我再縮錢給你 即是怎樣 在大國 國人面前說我給錢 那是否給了一些 射到一些壓力 其他的狗仔也好 其他的盟友也好 你都可能 不是供錢就是供武器 是吧 所以這幾點分析 絕對是一流 即是 我跟著我 沒有什麼特別要說 你說得很好 沒有啊 沒有什麼 今天我們差不多 因為短節目 有關 何錦麗的事情 我們另外再開一集 再和大家聊一聊 究竟做得多好呢 是不是 我們大家討論一下 多謝YES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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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